不过我们要来看到台股最近军工概念股真的是持续在发挥 我们先要来看看的是无人机场雷虎 在17号先爆量攻上了第二根的涨停79块 不过今天算是拉高之后有回挡 下跌了5点收在了73块钱 不过雷虎是军工股当中最早上涨的个股 从去年10月底到现在已经发动了三波的涨势 那至于汉翔则是高居了台股成交量的冠军 不过股价在今天感觉上也是涨多休息 甚至下挫了超过3.6% 那么至于宝衣跟合成则是直接涨停锁死 标出了新高价 通通都是过去的新高点 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看雷虎过去是 遥控模型事业闻名的公司 那么先前因为玩具市场紧缩了 所以野蛮淡出了一段时间 那过去半年没有想到是以军用无人机 现在开始大发力士 重回了盘面上的焦点 股价已经飙涨了近两倍 现在也是非常热门的军工概念股 那法人也认为除非雷虎出现了爆量长黑 或者是打入跌停这种异常的现象 否则像他这一档的军工股 其实题材还是有机会持续发烧的 那至于汉翔的部分呢 也因为获得了奇异的十年大单 补血350亿 也为汉翔挹注了非常稳定 而且可观的营收 这合约的效期啊 会一路到2035年呢 而至于另外一家 号称是最强军火商的千副 其实过去经历过一连串的改变 在1982年成立了千副实业 那么当中的精密事业 是从2020年才开始分割 独立出来壮大的 那么先前在国机国造的政策之下 也帮IDF的巾国号战机 去制造相关的零组件 那一直到了1993年 公司全力去发展了航太产业 一路的认真过关斩将 终于现在变成了国际设备商 非常重要的供应商之一 像是美国的军火一哥 洛克希的马丁就直接找上门 请帮忙去制作 包括了像是控制箱体 还有树座这样的长期领带 戴着面罩 师傅们忙着焊接领组件 因为体积庞大 还需要靠吊具来移动 这个是减洗的拖子槽 那简单讲就是像我们 那是洗肥皂一样 因为我们在加工的过程中 会用一些切削液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碱性拖子槽 先把这些残留的切削清洗干净 清洗后分门别类 铝合金设备送到无成室 控制温湿度 与不锈钢区隔开来 会在中科后里园区的 千副精密厂 从制鞋业起家 后来转型航太业 再跨足生产半导体显示器设备 如今更成为美国军火一哥 落马爱国者飞弹控制箱的 最大供应商 来到厂区每个访客 都要在手机镜头上贴上 像这样的一个贴纸 而每个员工都要把手机 放到像这样的一个置物箱里面 避免资讯外漏 置物价被戏称为养鸡厂 每个员工都有专属手机格子 因为和落马签署保密协定 场内戒备森严 爱国者飞弹产线 更是用屏风相隔 不能公开 这些国际厂商到台湾 来找供应链的时候 他会先从这些所谓 我们讲说 已经得到国际认证的这些系统 开始去搜寻 因为我们在整个 不管在技术能力 在我们讲叫做资讯的保全 甚至在其他各方面都能够得到这个罗马拉认同 国防军工虽然只贡献千付两成营收 但毛利率高出平均10%以上 堪称公司金基姆 其他五成来自光电显示器设备 两成替半导体提供薄膜制程零组件 一成来自航太 包括艾斯摩尔印材到汉祥 都是他的客户 如今也积极迈向智慧工厂 像是今年最新引进的这一台自动化智能化设备 一台就要价台币近三千万元 一台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的人力成本 我们现在目前当然手上大概是到2024年而已 那后面现在今年在谈 大概就是23到26的需求 打入全球半导体国防以及航太市场 一路认证过关 这隐形的台湾之光 发展只是刚开始 三连群苏音宽 李孟山台中